護航的人都說其實這真的不是蓋牌是掀牌 你掀出了真實的狀況 你要有這些真實的狀況才能夠準確的判讀 來進一步的掌握疫情 可是國民黨書記長鄭立文也一再說 CDC大費周章加開記者會 警告民眾不准發假消息 可是你自己講的就是假消息 因為你說校正回歸 校正你如果 這不是證明你之前就是不正嗎 不正確是不是 那你這個指揮中心的疫情記者會 是不是就是最大假消息的發佈中心呢 而事實上這個事情其實在民進黨內 校正回歸四個字也有很多的雜音 那麼有人也就覺得說 你說實話出來好好面對很難嗎 包括了民進黨立委蔡逸宇也說 麻煩了這四個字之後一定會變成往後的笑柄 所以校正回歸這四個字 我先請教貴民委員怎麼看 校正回歸就像剛才那個陳一鳴陳委員 他其實也特別提到 他以他這個行醫還有教書這麼多年 他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 那我相信大概在民眾裡面呢 也反映了說這樣的名詞呢 其實也是第一次聽到 那我可以想像到的是什麼 我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因為我做這個企業的這個商業的法律服務呢 我可以想像到就像你的財策啊 或者是你的財務的部分呢 數字有錯誤的情況之下你的確是可以更正 沒有錯他如果是要用這樣的概念說 他要把正確的訊息給全民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上面來講 他並不是不好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這個事情是真的要把正確的訊息給全民嗎 還是你是為了特定 譬如說因為是520的因素 你要讓數字好看等等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就是說政府行政單位呢 他的這些的訊息的不透明不及時不完整 其實這個是全球都看在眼裡的 連外媒他都提到就是說 以台灣的這個情形呢 現在這個數據呢上面是不可信 所以你看到美國呢 在4月的時候就把台灣列為第三級的這個危險的地區 然後任何其他的最近的外媒也一而再再而三的 有類似的一個報導出來 這些的訊息呢 不但是說你國外對於台灣所提供的相關的數據 已經產生了疑義 所以對於他國人的部分呢 他要求就是說把台灣視為危險的地區 然後不要進來 那我要回應的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第一個時間裡面 你是提供正確的訊息 這個是很好的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不是 第二個呢 你如果說偶爾你有數字的錯誤 你要去更正 這個也是很好的 但我們看到的情形也不是 為什麼說不是呢 因為你看到他在提出這個 校正的時候 他校正是400個案例 那個時候的我們講說的情形是 大概是1600多 所以你400相較於1600多 你有你校正的部分呢 你是校正的四分之一 怎麼可能 就表示說你今天如果不管是你的財務 或者是你的猜測有錯誤的話 你怎麼會錯誤到的情形 到了四分之一的這樣的比例 所以從這個數據上面來講 你就知道它絕對不是校正 它絕對是一個黑數 這個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我要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資訊的透明跟及時跟完整很重要 因為現在在全台灣 我們說大家的利益是共同 並不會分說我是雙北或者是哪裡 它是不一樣 我們現在應該要讓你看國外的部分 它為什麼在第一個時間點 它就做封城的一個措施 它的原因就是說 它要在第一個時間 不要讓這個病毒呢 它擴散 因為病毒它不會去看說你的行政區 所以它病毒它是跨越這個行政區的 它也不會去看你的黨派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情形 我非常反對 所以像這個陳宗燕副指揮官他所提到說 這個你的疫情防疫的部分必須要全國一致 你拿這個全國一致來講 基本上來講它是最低程度 你是可以全國一致 但是可不可以比它更嚴 當然是可以比它更嚴 你看到像美國的情況 它有在美國疫情的嚴重的時候 它有每一個州政府 它的管制全部都依照你聯邦的CDC嗎 沒有 它是你的最低的範圍 你不能夠去違反聯邦疫情指揮中心的 可是你可不可以因地之一 像剛才是韋翰也好 或者陳委員也好都提得很對 金門它是一個離島地區 它現在目前的情況 它是相對應於現在我們雙北情 它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你應該要做的就是說 以那邊的資源有限 它不像說你醫院等等的情形 我們在台灣本島的部分 你的資源是比較多的 以在它當地的情形 所以從楊縣長的角度上面來講 它認為它提供一個更嚴格的 來保障它的金門部分的 這個民眾的一個安全 我覺得這個來講 你不但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你應該在楊縣長做了這樣的決定之後 你在第一個時間應該是支援它 而不是說為了 因為它跟你的政黨不一樣 然後你就去否決它 然後你完全不把金門人的 這個權利義務放在眼裡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不應該 而且我覺得這個地方呢 應該予以譴責的 尤其是你今天拿了一個 這個法定的規定上面講說 如果你對於地方在執行的情況之下 你全部都要聽我中央指揮官的 這個的前提是在 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是合法合理有效的 然後你是對於地方的執法 如果它的執法呢 是違反你中央規定的時候 你才可以講說 你對於它的部分 你跟它因為有抵觸 所以它要按照你回官的 可是當它所採取的措施呢 是比你更嚴格 所謂的比你更嚴格是 你中央規定的東西呢 它都照做喔 它只是除了你中央規定的東西 它照做之外 它提供了額外的一個規定 它希望對於它的 所 暇下的民眾呢 它可以提供額外的保障 這個時候你不能夠講說 因為它跟你的是抵觸 它跟你的沒有抵觸 這個叫做 我們英文叫做 就是它是一個補充的一個東西 去致驗你中央 你這個時候呢 怎麼能夠講說 因為它想的比你周全 它想的比你完整 所以你就說 它是違反你的規定 這是絕對不對的 好 金門快篩這件事 我不知道中央之後 會不會校正回歸啊 不過回到確診數 校正回歸這件事情來看 強哥你怎麼看 你覺得是校正 還是根本就是黑數 其實你看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就一直都是 只管其外的金玉 要把自己打蛋的 飄飄亮亮的 然後就是 數字光鮮亮麗 但它不管敗序其內 所以你看到 所謂校正回歸 其實講白 你就看到那個時間點 它的心態是什麼 他就看到那個數字攀高嘛 那我們正要慶祝 蔡英文的那個就職 所以數字這麼高難看啊 所以呢 就該用一個校正回歸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比方今天公佈說 這個確診334 那校正回歸200多 256 對 那我要說 那你意思是 我後面還有校正回歸 會再加回今天這個了 對不對 因為在突然 所以你這樣搞到什麼意義呢 我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 其實從民眾的角度來 而且 校正回歸 大家也在批評 就是說你這樣搞了六天 所以今天的數字 都不是真的數字 今天數字都不是真的 你弄到之後 沒有一天數字是真的 所以今天334 是不是334 你其實並不重要了 對不對 他完全不在乎 而且你去看 他為了要告訴大家疫情往下走 很抱歉 334 他又往上來了 就是我只拿300 我還沒 我還沒把未來的校正回歸加進去 我們現在仍然是往上 那你又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曲線整個是往下 所以你看到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念之在之 就是要去解讀出一個圖表 他的曲線是往下的 這是我最不能理解 指揮中心的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要心心念念 曲線往下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 基本上打一場防疫的戰爭 我是跟你打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嗎 我居然這個禮拜 曲線下降又怎麼樣呢 我居然這個禮拜 突然出現一個零又怎麼樣呢 你要知道 現在其實很多學者 已經告訴大家 抱歉 我們第一刀防線已經破了 所以清零 你不要痴心妄想 你要把它全部歸到零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能壓低它 我們以台灣的防疫的那個意識 跟民眾的配合 犧牲經濟 然後封城各種措施 抑制它 不要讓它大爆發 我們在抑制到哪一天 我們在等一樣東西 大家有沒有常看電影對不對 一個大樓失火了 所有人衝到頂樓去 請問頂樓的人在等什麼 等直升機來救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就是那一棟 失火的大樓嘛 我們現在努力要去撲滅那個火 可是每個人在上面 都在等 在跟一件事情比賽喔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中 我會中這個新冠 但是呢我那人在中之前 我先打了疫苗 大家都在跟這件事賽跑啊 所以到最後那個直升機 就是什麼呢 就是新冠的疫苗嘛 所以我們也不跟你在講 你過去搞了那麼多BNT的 這整個破局 我們的政府 第一個破局中間 有沒有人謀不張 有沒有決策的錯誤 到現在指揮中心 也沒有跟我們交代 第二個你會發現破局之後 我要講破局之後 就完全擺爛了 真的就完全放在那邊爛 然後就爛到就是賭一件事情 賭最後潮水自然退去 然後呢我們大家平安無死 現在抱歉 可見潮水進來了 那更慘的是什麼 現在人家BNT 已經願意用開放態度 沒關係 亡者已矣 我們現在重新再來談 對不對 那指揮中心你現在 我講白 其實跟韋翰就再三強調 這也是我們評論的人的悲哀 你知道為什麼 我還得再三強調 他是德國疫苗啊 拜託 他不是中國大陸的疫苗 我們現在看到名字 就先去斷認人家這疫苗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根本沒有人跟你講科學了啦 沒有關係 我們因為也服了你們這些網軍嘛 我也不跟你講科學嘛 我跟你講名字嘛 人家就是德國的疫苗嘛 只是上海復興代理而已 奇怪了 一個好的產品 會因為代理商不一樣 產品好就變不好嗎 或一個爛的產品 因為代理商很好 爛的就變好嗎 所以如果你認可BNT的話 你為什麼要糾結在 也只不過是個代理商而已 你為什麼要糾結在這件事情 人家商業上就是取得代理權 我也讓你一年多的時間想辦法跳過 你也跳不過啊 那沒關係你跳不過你認了嘛 認了回來走這個程序 除非沒關係 我覺得指揮總你跟我講 你就出來跟我講 BNT是個爛疫苗 大家要小心 打了會死人 你隨便跟我講 你就下決斷 台灣不准用BNT疫苗 結束 我也不跟你講 我尊重指揮中心 是不是 你現在王定宇啊 很多民進黨出來帶風向 跟我講BNT爛 沒有關係 我接受啊 指揮中心一句話 結束啦 要不要你一出來一句話 BNT就是個爛疫苗啦 美國拜登啊 那些其他國家的黨 腦袋都有動啊 你就出來講一句話嘛 結果現在 從前面疫苗到現在 所有的人我們在私火大樓 就等那個疫苗直升機 你到現在到現在到現在 你還在政治思考 你還在去計較說 你計較那個廠牌的名字 是中國大陸 我也認了 反正抗中反中 現在是第一順位 人命跟大家生活不重要 他就不是中國大陸的疫苗嘛 到底是哪根筋有問題嘛 到底什麼地方 筋卡住堵住嘛 可不可以沖燙順一順 真的不然你就宣布 BNT疫苗是個爛疫苗 絕對不可以用 就結束了